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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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第二十六节讲起 我们再次讲到耶稣说 人如果赚得全世界 失去了生命有什么用呢 然后我们生命又明明失去了 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 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只有信靠耶稣 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不会失去的 但如果这个生命你不稀罕 那你的损失就够大了 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生命要永远得着 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显出来的 虽然我们是在事 信靠耶稣的时候得到 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二十七节 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 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我们的主会再来 再来的时候是充满了荣耀的 在他父的荣耀里 跟其他的使者 跟天使 跟所有的基督徒 一起降临的时候 他要按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基督教因信称义 丝毫不轻看行为 行为是我们这个信心的表现 呈现 行为是我们这个新生命的呈现 所以如果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是一个好树 我们一定会结出好果子 神就会按照我们这些好果子 来赏赐我们 但是我们在今天 主耶稣再来之前 我们不是没有略略窥见 略略看见这个伟大 看见神给我们的伟大的祝福 所以二十八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有藏死位以前 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没有藏 各位这个藏 我不知道中文圣经是不是翻得不好 但这个藏的意思绝对不是 浅尝而止的藏 这个藏的意思是表示 知道了 得到了 得到了 藏到 就是你真的死了 我们本来基督徒是死了以后 我们在天上 我们可以知道主的一切美好 但是我们现在在地上 也可以尝到主人的滋味 尝到 看到 人子在他国里的荣耀 这个就是下面的那个神迹 不过呢 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也能够凭着信心 有的时候也经历一些 有一点含糊 不是那么清楚 你在世界国度的时候 你活着的时候 总是不是那么清楚 不管是无饼而鱼的神迹 或耶稣登山变向的神迹 或者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 甚至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 都还没有消除 这个罪恶世界一切的不确定 所以在登山变向的时候 彼得会说错话 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多玛会不相信 在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会有犹太人要杀拉撒路 就是所有的神迹奇事 即使是天国那么清楚的彰显 还是在罪恶的人性里面 不是能够完全的 这是因着神的旨意 没有完全显出来 完全显出来是主再来 现在你总需要有信心 凭着神的话就接受它 那个荣耀是美好的 因为你能知道那美好 那与主同在的美好 永远没有罪恶 没有痛苦的美好 在十七章就写出了这件事 过了六天 圣经很少在福音书里 这么仔细地把时间讲出来 这六天之间呢 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定有发生一些事情 但在这里就讲到说 过了六天 好像就是经过一个礼拜 这里有没有属灵的意思 过了六天 是不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 过了六天 一个新的安息日 一个新的一切的美好灵道 过了六天 我觉得一定有它属灵的意思 因为一个礼拜是七天 六天是神创造的日子 第七天就是安息的日子 就是完成了一切享受的日子 当上帝在这六天 在这人类历史中 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传扬福音 建造教会 满了以后 神荣耀的国就来到了 这里六天应该是 用上帝六天的创造 第七天的安息来表达 上帝建造教会的六天 和主再来的荣耀 只是先让人尝一下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这都是核心同工 彼得雅各和约翰 这三个人 耶稣带着他们 暗暗地上了高山 没有让别人知道 因为这种天国的荣耀 不要叫别人知道 别人承受不了 别人如果践踏 这个罪更大了 别人不懂罪恶 也更受罚了 甚至就这三个核心同工 他们都有不懂的地方 何况其他人 但是耶稣要他们知道 这很稀奇 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 特别提了这件事 耶稣一生那么多的事情 包括死人复活 无饼二鱼 走在海上 这么惊人的事情 彼得都没有记 彼得说我记得 变相山上的事情 因为在那里 圣经很清楚讲到 耶稣把天国 把人子在他 降临在他国里的荣耀 显出来了 暗暗的 不让别人知道 上了高山 这山也不必多高 重点不再多高 喜马拉雅山高得多 就上了一个 就当时意义来讲 就别人比较少去的 一个高山 就属灵的意思来讲 真的是 这是他们所经历的 最高峰了 就在他们面前 变了形象 脸面明亮如日头 衣裳洁白如光 耶稣很亮很光 事实上这个亮和光 多亮多光 我们真的也很难想象 因为今天我的脸 再亮再光 油光满面 你也不会觉得说 你跟我在一起 要永远在一起 我现在脸上 可能也不算不光 不算不亮 因为我在这里录影 而耶稣变的那个 绝对不是 只是 世界的那个光亮 当然包括这个 因为将来的 新天新地 不是没有物质成分 有 但是有更美的 没有罪恶的 上帝全品 完全掌管的 耶稣所显出的 就是那种亮光 祂的衣裳洁白 将来我们在天上 需要穿衣服吗 就跟在伊甸园里 应该没有什么衣服 我们穿的就是一个 荣耀的身体了 那么这个我觉得 不需要太在意 反正我们将来 没有那种错误的羞耻 只有荣耀 耶稣是这样的明亮 忽然有摩西以利 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说话 为什么会有摩西说话呢 因为摩西在旧约的时候 是一个盼望主再来 盼望看到耶稣的荣耀的 他不知道 你记得摩西一生愿望 就是希望能够两个 一个能看到迦南美帝 另外一个更重要 他要看到耶和华 他要看到耶和华 是因为以色列犯罪了 他实在很沮丧 只有看到神才能够满足 这里你看到摩西 愿望得到满足 他看到耶稣 就是看到上帝 就是看到上帝的国 就是看到以色列 进到迦南 所预表的那件事实现 就是看到他所接受 而且颁布的律法 终于在耶稣身上能成全 以利亚呢 以利亚比较起来 比摩西小太多了 但是以利亚呢 所来表达的是 在那个罪恶的时代 他不能完成的工作 完成了 耶稣是真正的以利沙 耶稣真正的要把 那个罪恶消除 让以色列归回上帝的 那个人 以利亚来 他的夙愿得以实现 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 而且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 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那么 哇 彼得好兴奋的 这个事实在太棒了 我要搭三座棚 我们 我们就 我们就在这里吧 搭三座棚的意思就是 住下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 彼得是错误了 彼得还不认识 耶稣多伟大 摩西的出现就 犹太人就 彼得来讲 当然是了不起 以利亚的出现 也是了不起 但是他们都没有 耶稣了不起 不必搭三座棚 你们也要下山 不必搭棚在上面 即使这个天国的显现 这么好 但这不是天国 你还要到地上 我们基督徒有再多 奇妙的经验 我们仍然活在这个 罪恶的世界里面 传扬福音 教会里再好 我们仍然要离开教会 要去传扬福音 当然我们也回到教会 我是指有行的 灵修再好 我们要离开疏灾 虽然我们知道 有行的灵修 也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事实上疏灾还是世界 彼得被责备 因为他想要在那里 搭三座棚 在主没有再来之前 我们不停在任何一个地方 觉得那是我们永远的家 是永远的住宿 彼得的错误 也在把另外两位 跟耶稣等那样奇观 他们两个不能跟耶稣 不等那样奇观的 所以后来有云彩 把另外两个遮住了 我们要下山 我们要认定耶稣 当然其他的人也很好 如果加添我们的信心的话 我要在这里搭三座棚 一座为尼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说话之间就来了一朵 光明的云彩 这也有意思 你就讲云彩就好了 是光明的 因为云彩通常是不光明的 有云就会多多少少 遮掉一点日光 但是光明的云彩 也让我们想到 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 那个云柱 云是遮光的 但那个云柱却是发光的 遮盖他们 遮盖其他的人 这个光明的云彩 遮盖其他人 甚至遮盖一切 恐怕最重要的意思 也是表示上帝的行现 因为云彩 旧约新约里面 都是指上帝的行现 当耶稣驾云上腾的时候 重点也不再讲 云是耶稣的交通工具 而是在讲 耶稣就是神 把耶稣显出 耶稣就是神 把其他 把所有人遮盖 也许也把耶稣遮盖 我们再一次说 因为耶稣必须隐藏起来 上帝必须隐藏起来 你才看到祂的真实 因为我们凡 凡夫属子 血肉之躯 是承受不了那种荣耀的 你记得摩西也承受不了 神是要把它遮盖起来 放在磐石穴中的 否则摩西会死的 人看见我不能活的 要遮盖他们 免得他们死亡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所以摩西和 以利亚跟耶稣在一起 甚至那如此的愉快 谈话是如此的动听 都还不重要 重要的是 认识耶稣 认识上帝的爱子 上帝也喜悦他 在耶稣受洗的时候 有这样的话 现在也有这样的事 我们要听他 我们单单要听他 上帝喜悦他 愿我们也喜悦他的道路 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 极其害怕 他们刚很高兴 快乐得不得了 现在又非常害怕 紧张得不得了 哎呀怎么办呢 各位这个情绪都要有 不能说紧张 而是说害怕 我们敬畏上帝 上帝是这么的伟大 我们受造物 我们这么卑微 所以我们对他有害怕 就是敬畏 我们不放肆 我们知道他伟大无比 但是我们有欢喜 我们也喜欢跟他在一起 我们又在他的怀中躺卧 事实上我们是他的妻子 我们是被他保抱的 这种对上帝极大敬畏 和极大亲近 是共同都要有的 因为基督的福音 我们亲近他 因为上帝的律法 我们敬畏他 而门徒很害怕 这个害怕 也不必害怕 耶稣要来亲近他们 摸他们 耶稣来进前来 摸他们说起来 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那里 这很多人喜欢讲这个道 这是对的 只见耶稣 我们只能见耶稣 当然我们也下山见耶稣 我们也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 但是我们 只见耶稣的时候 我们也不忘记 我们有下山的责任 我们有上山的经验 我们有上帝的仆人 像摩西以利亚 跟耶稣说话 也等于让我们听到 就是我们 在最喜悦 最悲哀任何时候 专心仰望主 但专心仰望主 不是不在世上生活 不是不用很多其他的东西 不是就没有什么 摩西和以利亚 哎呀 这么荣耀的一个经验 彼得下山 却受到很大的失败 我们也感谢主 这是每个基督徒 难免的事情 下山的时候 耶稣吩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这都是耶稣 不要让人说他是基督 不要讲他的荣耀 都是要人避免一个错误的想法 就是把耶稣当作政治的弥赛亚 把基督第一次来说 带到国度 以为会完全实现在世间 这样大家就会有 那个十字军心态了 就会以为我所信的就是 要用刀剑 要用权力来维护 要在世上显得完全 显得是完全的 但是一定要凭着信心 所以耶稣说不要讲 免得人家来跟随 错误了 他以为我会给他饼 给他酒 给他水 给他没有疾病 给他长寿富贵 给他极大的荣光 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这个我们在世上 不一定能得到 而且如果我们得到他 去忘记耶稣那是错的 所以不要讲 人会错误的来跟随耶稣 我觉得今天也是这样 我们讲的一些 就是叫人错误的跟随耶稣 不是跟随那个 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 而是跟随那个 那个荣耀 将来才显出来的基督 就是想要跟随耶稣 就是荣华富贵 那不是耶稣要我们做的 不要告诉人 门徒问耶稣说 文师为什么说 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回答说 以利亚固然先来 并要复兴万事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人不认识他 竟任意带他 人子也要受他们的害 门徒这才明白 耶稣所说的 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这里我们又有很多 不明白的地方了 错误的地方了 就是门徒跟耶稣的对话 说起来我们听的是五萨萨 莫名其妙 但是我们解释一下 也许你就懂了 门徒是比较间接地说 因为以色列有个观念 上帝的国度会显现 你看马拉基书最后就讲 上帝会拆他的弥赛亚来 来之前 弥赛亚来之前 还有一个开路先锋 就是施洗约翰 或者以利亚 那他来了 为弥赛亚开路的时候 就是要扫平群雄 就像以利亚一样 要把拜巴黎的闲职都杀掉 那以利亚再来 那么现在我们经历了 上帝国度的降临 你那么荣耀 可是以利亚在哪里 那个把巴黎先知都杀掉的 以利亚在哪里 你看门徒一直在犯的错误 就是今天历史历代教会 常常犯的错误 就是我们要有那个荣耀的 有权力的 有坦克 飞机大炮 导弹 原子弹 有软实力 有硬实力 有财金 有几百亿 几百兆的 无限的那个金钱 或者有极大金钱 统治地球 那个大帝国 比尔盖茨加美国 加英国 加陈基斯汉 加中国的 那种大帝国 那就是基督国度 我们是这样想 各位 有一天会是 基督完全在掌管 但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 这国度不是这样的 是爱 是福音 是十字架 耶稣说 以利亚是要来 因为基督已经来了 我就是 没看到以利亚 消灭这些罗马人 以利亚已经来了 人不认识他 人甚至都去他那受洗 但是最后他死了 我也要死 门徒才说 原来以利亚 就是施许约翰 各位 我们当然知道 以利亚就是施许约翰 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 施许约翰做什么 施许约翰也不知道 以利亚也不知道 因为在旧约的以利亚 新约的施许约翰 还有今天很多教会 也都是 我们只想到 神的国度的彰显 就是我们荣华富贵了 仇敌通通死光光了 我们有今生的福气了 各位 这个是有的 但是这是要等到将来 今天我们能显出 耶稣的恩惠慈爱 总是那种赦免的 十字架的 有的时候有荣华富贵 但是那不是重要的 各位贫穷也不是重要的 或者基督受欺负也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我们认定这位上帝 我们总是信靠他的 好 下面你看到门徒的失败了 第十四节 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 一下山就有人跪下来 对耶稣说 主啊怜悯我的儿子 他害颠间的病 很苦 屡次跌在火里 屡次跌在水里 就是耶稣和这几个门徒 上山的时候 另外几个门徒 在山下受很大的挫败 你看又是 神的国彰显出来 神的国又没彰显出来 神的国彰显有那么大荣耀 神的国好像又没彰显 有人小孩受苦 这是我们最受不了的事 小孩受苦 有病 那么有病 这里讲是有病 后来我们看到是有鬼 那不管有病有鬼 都是叫我们难过的 而且耶稣的门徒改不出来 他们医不好 大家很难过 耶稣很奇怪 耶稣应该安慰他 耶稣却责备他了 这又不信又被谬的时代 我在你们这里 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 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耶稣赤着那鬼 鬼就出来 从子 孩子就痊愈了 我们不懂 耶稣为什么又这么凶呢 一个小孩 被鬼附 好可怜 这个父亲 还有信心 带去给耶稣门徒医 耶稣门徒医不好 耶稣不但不责备门徒 耶稣应该责备门徒 你们怎么没医好 耶稣反而好像责备 这个人了 我们从其他地方 圣经也可以看到 耶稣责备他了 好 每一个写法 我们多次讲过 路加 马太 马可 比较接近 约翰比较不一样 但就算路加 马太 马可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鼓励各位 你去看 包括耶稣在前面 变相三合在这里 不同的记载 那个不同的记载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 真觉得是矛盾 但圣经话 不会矛盾 而且有各样的重点 这里我们知道 这个父亲信心 还是不够 虽然他有信心 我们信心总是不够的 我们信心总容易 受到挫折和影响的 但是我们也像 这个孩子的父亲 我信 我信不住 求你帮助 这里他没有讲 就是我们 求主让我们有信心 门徒赶不出鬼 是没有信心 这个父亲 他难过 也是还是没有信心 我们同情 甚至我们可以说 我们也同情 我们自己常常没有信心 我们真是恨自己 怎么没信心 因为信心不是自己能够 信心就是上帝来做事 我们恨 我们不相信上帝做事 信心小 但是我们仍然不灰心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坚持 耶稣责备了他 信心不够 事不够 因为耶稣一定对的 门徒也被责备了 因为他们赶不出这鬼 而神给他们全民 他们应该赶得出来 可能这鬼太凶了 他们就赶不出来 害怕 耶稣斥责 那鬼就出来 孩子也痊愈了 门徒很丢脸 所以他们这里又讲 暗暗到耶稣跟前 赶出鬼来 大家都应该很快乐 但是这些人要检讨一下 不好意思说 暗暗地说 这几个门徒 不知道哪几个 我们为什么赶不出呢 各位 这也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常常赶不出鬼 医不好病啊 耶稣说 是你们的信心小 如果你们的信心 像芥菜种 就是对这山说 你们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毕见 你们没有一样 不能做的事 我觉得我们要非常严肃 我也对我自己 很严肃说 这个话是真的 耶稣的话一定是真的 圣经话都是真的 每个字都是真的 不管我们理解不理解 都是真的 我们都要相信 所以我们的信心 如果像芥菜种 芥菜种意思就是 很小但是会长大的 我们信心会不断长大的 那也就是说 叫这个山丢到海里 也是不断的过程 我们生命中会不断有山 我们生命中会不断的 要把山丢到海里 我们生命中也不断的 沉浸没有信心 山丢不到海里 但如果我们有信心 就没有什么事不能做 但上帝要怎么做 我们真是不晓得 就让我们要有信心 对上帝的全能和慈爱 各位我总是说 我们的问题总是 不再对上帝的全能和慈爱 有信心 我们总是在 我们能不能使这件事 发生我们关心的事 各位这两个密切有关 但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一定能使山丢到海里 但我们可以相信上帝 每一件事上帝都会成就 为我们成就 上帝都能成就 我们也都能做事 但是显现出来的 常常我们不懂的 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山可以丢到海里 但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没看到一个人 包括穆勒 包括最大的灵恩派 他们也叫山丢到海里去 事实上穆罕默德 曾经叫山到他面前的 但是到不了 他就说我就走到山那边去吧 我们的重点 这里的重点 都叫我们信耶稣 不管怎么样 失败 赶不出鬼 继续信耶稣 我们求主帮助 没有一件事不能成就 只是神要怎么成就 我们不一定看得到 神的时间和做法 都不是我们一定能够理解的 事实上我们常常是不能理解的 然后耶稣说 这一类的鬼 如果不进食就赶不出来 前面说要有信心 这里说要有进食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进食能够帮助我们有信心 进食能够让我们多体会我们自己的软弱 进食让我们在软弱中都能够信靠上帝 这都是耶稣劝他们的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愿意 比出耶路撒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